黑金商機越來越大 全台四千多間的咖啡廳 這週末還有咖啡市集 業者還推出了特調咖啡 不過咖啡豆最大的產地 巴西主要是氣候變遷 產量變少 所以讓大家好擔心 未來咖啡價格還會再飆 咖啡拉出漂亮的漸層 咬幾池焦糖泡泡 煎得可愛 靈魂式紅杜拉絲豆子 散發濃濃咖啡香 咖啡豆搭上焦糖田 不是戀愛滋味到有點像冬瓜檸檬 原來這週末咖啡市集 主題古早味 咖啡店各推特調西客 因為每天要來上一杯的人 真的很多 每天都會喝 拿鐵啊 美式啊 什麼都會喝 每天喝兩到三次 三甜咖啡罐的 它的酸渴熱冰咖啡 既定印象的咖啡 它可能喝起來越像茶 或越像飲料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對咖啡的接受度 可能就是會越來越高 你沒看錯 倒入大杯古早味仙草蜜 再加上一蓋子咖啡 市集林一家推仙草蜜特調咖啡 喝起來有童年的味道 小時候喝的那個泰山仙草蜜 它其實跟我們店裡面 有一款蜂蜜冰美式的味道 有點類似 但是又多加一點 那個仙草洞苦甜苦甜的味道 台灣喝咖啡的人越來越多 截至七月 全台總共有四千七百零六間咖啡廳 其中台北就有一千多間 占兩成 咖啡市場商機大 全台擁有四十間分店的 連鎖咖啡廳也有感 動作俐落 咖啡師手沒停過 三兩下就做好一杯拿鐵 週末下午店裡人潮滿滿 不過世界最大的咖啡產地巴西 因為氣候變遷 遇上七十年來 最嚴重乾旱產量減少 第二大產地越南 也面臨同樣狀況 咖啡豆價格 明年有可能會跟著上漲 是有聽到這個消息啦 但是以目前來說 還沒有對我們有太多的直接的影響 也許明年或是甚至後年的產量 可能減產的部分 那可能再去做一些 也許去別的產區來去 進口的一個替代方案 黑金商機無限 但就怕氣候越來越極端 喝一杯咖啡 未來會越來越貴 記者葉宣姐檢視書 台北報導 reply 香港 涉及 百分之 北 北 、北 北 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